星唐人 雖然這個工作很辛苦 有賣得不好 那時候想說有一點點想放心 後來就一到那個恩人 他知道那個星唐人很好 真的很感謝星唐人 幫我們很多 很感動 我們公司產品的特質 比較不容易用文字或者是圖片 一次把它清楚地描述出來 星唐人在影片的部分 有他們的專業在 透過他們的專業 能讓我們的消費者或是客戶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能夠掌握住我們產品的特性 在大約兩個禮拜的時間之內 讓我們可以接觸到 我們原來都接觸不到的客人 星唐人在國際上面 有很好的網路跟布局 那對於我們未來 在國際市場的行銷跟推廣 與星唐人的合作 也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 自從跟星唐人下廣告之後 收到了兩點很好的效果 第一點就是打開了知名度 第二個就是 我們國內外的業務人員 不用那麼辛苦地拜訪 或是打電話行銷 一些客戶都會主動地打電話過來 尋找我們的產品跟下單 已經成功地開拓了 有日本、英國、捷克、斯諾伐克、 特羅斯、韓國、土耳其、加拿大、 南非、葡萄牙、還有哥倫比亞 透過跟星唐人合作 真的短短在八年之後 就能夠收到這個效果了 我都是覺得 是一個很好推薦的媒體 2015年8月 我們就到馬來西亞去參加一個 當地舉辦的 中醫藥高峰論壇 基金會呢 也帶著我們剛做好的 由星唐人電視台所 製播的一個專門的特質 去在研討會上面 製播了一小段 四幾分鐘 整個反應非常熱烈 尤其是我在廣州中藥大學的 博師生導師 李善美教授 他是金方的專家 他對於整個影片裡面的描寫論述 還有製播的金絲畫面度 都覺得非常的棒 所以我們這整個特質 執行出來的效果 其實是出乎我們的意料 超乎我們的原先的評估的想像 這半年來 我們跟星唐人合作的時候 他整個網量是整個暴增 到目前為止 已經暴增將近50% 我大概有統計了 將近有八十幾個國家 不過流量最多的是 是在於美國 日本 還有中國大陸這三個國家 整個效益它是很明顯的 就可以提升 我覺得新唐人他們的整個媒體 是屬於比較國際化的 我們以前能找到的東西 都是比較台灣的 當地local的一些媒體 包括東南亞洲其他國家 或者一些更嚴的 像美國 歐洲這些 其實就出不了門 那現在我們因為新唐人的關係 我們整個國際網路的媒體 每個月平均 80左右的那個 瀏覽的國家 到我們公司的主要網路 那我發現新唐人這個團隊 是一個很特別的團隊 它不是一個人有熱忱 它是每一個人 都有一份熱忱 有一份信念 那這份熱忱信念 是足以打動人的 我認為新唐人 它是一個真正對人類 有貢獻的一個電視台 這個是值得我們一個人 去推崇的一個電視台 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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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سے有貢獻 按摩 她 誰